第1561章大秦威业 秦军已经很久没有这般难受 手中握着一张秒杀一切的王牌 却不能用 难道只有把金瑶神教 血浮足 宁虫足 鸿蒙魔教 连根拔起 系统才能强大到 超越鸿蒙 太原始祖境中气 秦军越想越烦躁 想罢 他又消失在天地石殿内 再次出现 他来到六地城内的一间客栈内 让我笑 一如既往的沉迷于美酒之中 这次每日都会换一间客栈 从不负酒前 使得六地城内的客栈圈人心惶惶 你来干什么 任我笑躺 靠在木柱上 闭着眼睛 摇晃 酒腕 脸颊微红 一副很陶醉的模样 达到他这个境界 是不可能醉的 只是假装罢了 带着斗笠的秦军坐在他旁边 陈生问道 你是否有鸿蒙太原始祖境 不 任我笑直接将嘴中的酒水喷出来 喷了一桌 他猛地回头 瞪向秦军 问道 你怎么知道这个境界的 嗯哼 你告诉朕 你能否匹敌鸿蒙太原始祖境中期的强者 秦军不打反问道 他想借助任我笑来预测极地与苏地的境界 任我笑皱眉 深深地看了秦军一眼 转头看向窗外 道 能吧 能吧 这么不肯定 秦军心里发笑 这次也有心虚的时候 嗯 看来你也并不是很强 秦军开始为自己道酒 轻慢的话 听得任我笑 眉头皱得更紧 任我笑没有回头 一直望着窗外的天空 不知在想什么 眉宇间竟然流露出一抹淡淡的忧愁 秦军一口饮尽 随后起身离去 调侃一下 任我笑 倒是让他心情好转 待他离去后 任我笑缓缓回头 望着秦军饮过的酒碗 难难道 大道生机的宿命 越来越近 你已经接触到鸿蒙 安生 日子不长了 而我 又能护你多久 七彩心道 一道金光自身处 纵横而来 极快如雷 眨眼间 掠出数万亿里远 金光之上 占着密密麻麻的生灵 少说有五亿之数 人妖其种 都有 全都在交头接二 这次的任务 到底是什么 神教 已经很久没有这般兴师动众 你们不知道 神教派入万道杀戮的弟子 全被杀了 就连青刚御神王 也陨落 出手者 乃是大秦天庭的天帝 天帝 莫非 是天帝书院信仰的天帝 还是风争玉的天帝 不清楚 据说是极地推崇的那位天帝 惊摇神教的生灵们 一轮纷纷 站在最前方的 有三尊强大存在 为首的是 一名高达百丈的巨人 身披赤焰铁甲 左手握着一把大刀 披风舞动 头上长着一根 如同弯道般的鸡脚 直冲七彩心道的顶穷 他名为列罗圣 鸿蒙大字在尽 圆满的存在 也是惊摇神教的一尊神王 地位远高于青刚御 站在他旁边的 同样是两尊神王 修为 同样达到鸿蒙大字 在尽圆满 三尊鸿蒙大字在尽圆满 前往古圣地道 绝对是无敌的存在 天帝 哼 我倒要看看 是不是吉地所佩服的天帝 列罗圣 沉声哼道 好似两道火苗般的眉毛 扭动 配合那双狂霸的眼眸 神威浩荡 惹怒我们惊摇神教 管他是天帝还是弟弟 都得死 据说血福族也派军前来 届时 我们还得小心血福族 旁边的两位神王 跟着出声道 对于秦军 他们毫不担心 根据他们的情报 出手杀青刚欲的是另一人 天帝 不过无极之高 大地修为 列罗圣 毫不在意道 血福族 不过都是些吸血爬虫 不足为惧 只要 敌人没有超越鸿蒙大字在尽 他自信无敌 不好了 陛下 有敌军杀来 领头者气息 超越鸿蒙戎道尽 西陵女帝 忽然来到秦军的寝宫中 齐声说道 此刻秦军 正在翻越神话商城 一听此话 当即问道 在哪 他们还在古圣地道中 很快就要杀来 西陵女帝回答道 绝对翘容之上 满是凝重之色 秦军点头 当即传音给 赵云 白起 嬴政 原出大帝 东皇太医 孔轩 女娲 燃敏 黑白无常 哪吒 李存孝等成道部下 强敌来袭 跟阵杀敌 说完 他便消失在原地 下一秒 来到大秦未面外的 七彩星道中 西陵女帝跟在他旁边 紧接着赵云 白起 女娲等人 接连出现 好强大的气息 银正皱眉道 修为最强的女娲 也促起秀眉 所有人的目光 都望向七彩星道的尽头 很快 一道金光 急迟而来 正是惊摇神教大军 气势浩大 让七彩星道扭动 仿佛随时会爆开 天地小儿 准备受死吧 烈罗盛的咆哮声 响彻古圣地道 所有大道 未面的声灵 都能听到 惊气震天波澜 秦军脸色冰冷 杀一字心中而起 对方的境界 超越了鸿蒙大字 再近后期 女娲咬牙道 此言一出 众人无不动容 达到鸿蒙大字 再近的人可不多 更别说超越后期 这时 古圣地道的另一个镜头 飞来数不尽的血浮 充斥空旷未岸的七彩星道 好似血色洪流袭来 势不可挡 可摧毁一切 则则 烈罗盛 没想到金瑶神教派你来了 不过 天地的人头 归我 一道阴冷的嬉笑声传来 好似来自地狱的恶童 煞气逼人 血浮足也感到 秦军脸色难看 他不傻 肯定有一方提前到来 故意等另一方驾到 在一起灭杀他 两方大军对冲而来 欲要将秦军等人淹没 情况不妙啊 燃敏拿出名武铁枪 紧张难难道 这一次比他们刚出万道杀戮时 更严峻 秦军面无表情 不知他心里在想什么 这时 任我笑出现在他身旁 望着两军 他清脆一口 骂道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秦小子 这次你麻烦大了 你对付不了他们 秦军问道 暗中还有敌人 任我笑紧之后 眉头回答道 让众人大吃一惊 光是惊摇神教 与血浮族的两军 气势就强得可怕 暗中竟然还有敌人 秦军 听得脸色更加难看 当即向赵云传音 吩咐一句 赵云点头 消失在原处 第1562章 圣目 暗中的敌人有多强 秦军沉声问道 若是逼急了 朕也要不顾系统崩溃的代价 把杨简释放出来 垂暴一切 超越鸿蒙大字在尽 任我笑秦声回答 听得众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很快 惊摇神教的大军 停在距离秦军等人万里之外 数一大军汇聚在一起 气息无比恐怖 饶势达到无极至高 大地后期的秦军 都有种身体要被压垮的感觉 血浮族大军 同样停在万里之外 超过万亿之数的血浮 扇动着翅膀 声音刺耳 震笼发聩 每一只血浮都无比猙獰 可怕至极 血浮群之上 站着一道道身影 森然恐怖 站在最前面的是一道 好似少年的身影 身高不到一米五 身子偏柔弱 一头血发比身子还长 面容猙獰 眼带血红 仿佛鲜血随时会从眼中绝跌下 上扬的嘴角 更是桀骜不驯 我倒是谁 原来是你这恶心的 虫子 苗浮 你想死吗 敢跟我抢猎物 猎罗胜咧嘴笑道 眼神无比狠辣 让人不敢与之对视 名为苗浮的猙獰少年 毫不畏惧 骂道 你这大傻个儿 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 倘若任务这么好做 惊摇神教 为何不止派你一人 闻言 猎罗胜哼道 那是神教派来服侍我的 这思 丝毫不顾及旁边两位神王的感受 让苗浮都不知道 该如何骂他 当真是朽木 不可刁眼 苗浮将目光投向秦军等人 道 谁是天爹 他也超越鸿蒙大字 再进后期 女娲轻声说道 四尊超越鸿蒙大字 再进后期的强者 倘若任我笑不敌 那他们死定了 众人紧张 不敢轻举妄动 这时 孔宣喝道 你配问我们陛下 高傲入骨的孔宣 可忍不了敌人如此挑衅 纵然境界有差距 他也不距 对方只告他一个境界 他何惧之有 前世 他只是显圣境 就敢刷圣人静的准题 可见他的狂 你是什么东西 苗浮眯起眼睛 杀意纵横万里 脚下无数血浮 跟着思鸣 给人造成极大的恐惧感 我的名字 岂是你这个狗东西能问的 孔宣反击道 无论什么账他都不认输 即便是嘴炮战 众人暗自为他捏了一把汗 秦军没有阻止 放在有任我笑在旁边 至于暗中敌人 等他们出现后再说 狗东西 苗浮眼中杀鸡大掌 当即掠身而去 速度极快 眨眼间就来到孔宣面前 准备杀死他 就在这时 任我笑忽然闪身 来到苗浮面前 一巴掌拍出 在苗浮眼里 完全是天崩地裂的威压 扑面来 还未来得及躲避 就被任我笑一巴掌扇飞出去 鲜血飞洒七彩心道 这一幕 看得血浮足大军 与金瑶神教大军 全都瞪大眼睛 即便是狂傲无比的 列罗胜也傻眼 他虽然自信 强于苗浮 但做不到一出手 就伤到苗浮 无数目光落在任我笑身上 他傲立于秦军面前 哼道 有我任我笑在 谁敢杀天帝 声音久久回荡于 七彩心道中 霸气 绝伦 嬴政 孔轩 东皇太医 燃敏 女娲 白起 吕布 原初大帝等人 都狂热地望着任我笑 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 被任我笑惊叶倒 似乎无论出现多强的敌人 任我笑都能挡住 强弱苏帝 也奈何不了任我笑 至少在他们看来是如此 这家伙 怎么感觉有点像 西陵女帝望着任我笑 微微皱眉 秦军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 任我笑还是很强的 至少鸿蒙大自在的生灵 在他面前不堪一击 任我笑 列罗胜皱眉 念着任我笑的名字 努力回想 自己是否曾听闻过这个名字 这家伙很强 我们得小心了 另一位金瑶神教神王陈生道 提醒列罗胜 不要再轻敌 与此同时 赵云带着李白 金克 黄蜂大王 吐行僧 来到秦军身后 正在这里 你们有本事来杀朕啊 秦军高声笑道 肆无忌惮 蔑视金瑶神教 与血浮足 苗浮足足暴退数百亿里 方才停下来 满嘴鲜血 当即陷入暴怒之中 咆哮着 向任我笑再次杀来 我要你死 当着这么多生灵的面 任我笑竟然偷袭伤他 彻底惹怒他 不自量力 任我笑吃笑一声 化为极光冲向苗浮 他的速度更快 直接杀入无数血浮之中 爆炸接连轰响 数不清的血浮 瞬间化为飞灰 无比壮观 你敢 苗浮更加恼目 这时 任我笑如同顺一般杀着他面前 右臂如刀 刺穿他的胸膛 其心脏 更是被任我笑 抓出背部 鲜血飞剑 画面仿佛定格 任我笑再次展现无敌的姿态 整个过程不到一秒钟 秦军等人还未回过神来 这时 烈罗胜忽然来至秦军头顶 百丈身躯 何其庞大 宛若火山 压向秦军 右手高举大刀 想要一刀斩杀秦军等人 女娲反应极快 迅速寄出山河设计图 与烈罗胜的大刀撞击在一起 哄 难以想象的力量 将山河设计图震的剧烈摇晃 女娲扑的一声 长吐鲜血 鸿蒙大字在尽之下的所有生灵 被震得头晕目眩 无极尽的秦军 李白 土行孙 金客 黄蜂大王 更是被震得蹊跷流血 十分凄厉 你这婆娘敢阻我 烈罗胜沉声骂道 一点也没有怜香西域之情 任我笑抓住苗浮的肉身 猛地回头 当他看到秦军蹊跷流血之时 他的眼睛瞪大 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怖威压爆发 七彩星道的空间之壁 直接爆散 化为无数星点 烈罗胜感觉到极致的杀鸡 下一时抬头往任我笑的方向看去 臭爬虫 我要让你碎尸万段 任我笑的俊脸 罕见的变得森然猙獰 提着血服便杀过来 吓得 烈罗胜连忙退开 没有烈罗胜的压制 女娲身体一松 山河设计图依旧照在众人头上 颤动不停 仿佛随时会绷解 而她则瘫倒在地 脸色惨白 虽然只差一个小境界 但烈罗胜的力量实在是强得离谱 震得她体内重创 第1563章 太原始祖降临 数万亿血服齐齐爆炸 血肉如同暴雨倾盆 任我笑提着苗浮 向烈罗胜杀去 迅速从秦军等人头顶越过 愤怒至极的她 将苗浮猛地抛向烈罗胜 瘦弱的苗浮此刻 变成破坏力强大无边的炮弹 烈罗胜被任我笑得杀气 吓得神魂惊动 连忙逃窜 纵横七彩星道的金光 却被苗浮砸穿 上面的数亿金瑶神叫大军 来不及逃避 直接被震死 苗浮的肉身承受不住压力 爆铁王 连元神都来不及飞顿离体 爆散如云烟 这家伙 烈罗胜 肝胆欲裂 纵入时空乱流之中 消失于秦军等人视线中 眨眼间掠过数个大道尾面 这一段的七彩星道 被任我笑得气势轰暴 化为无尽虚无 他只能逃入混沌之中 你逃得了吗 任我笑暴怒的贺声 响彻他的耳畔 震得他双耳飙显 下意识回头看去 任我笑已然来到他身后 高举右拳 带着势不可挡的 霸道力量砸来 这一拳 毁灭混沌 破灭未免 烈罗胜瞪大眼睛 无尽的恐惧 淹没他的心灵 右手挥动大刀 下意识抵抗 哄 任我笑一拳落下 百丈高的烈罗胜 瞬间爆炸 就连他手中的大刀 也折断 旋转着 飞向黑暗深处 咻 烈罗胜的元神迅速飞出 这次倒是比苗福厉害 还有机会再次逃脱 可惜 他被怒极了的 任我笑盯上 刚飞出去一个呼吸时间 迎面撞上一只手 正是任我笑的手 将其牢牢抓住 用力一掐 鸿蒙大自在的元神 如同气球般爆炸 泯灭于无尽黑暗中 另一边 秦军等人在山河设计图的保护下 安然无恙 陛下 您没事吧 西陵女帝搀扶着秦军 紧张地问道 秦军擦了擦脸上的血 咬牙道 没事 他乃天地神体 又销炼不灭圣身 肉身极强 蹊跷流血 只是小伤罢了 昔日红尾的七彩心道 已经化为血肉 星光飘飞的黑暗星空 数万亿血浮的残肢 与数亿惊摇神教生灵的尸体 密密麻麻 目光所及之处 无不让人头皮发麻 惊摇神教的两位神王 悬浮在空中 不停地喘气 皆是惊魂未定的模样 刚才任我笑的气势 实在是太强 即便 他们乃鸿蒙 大字在井圆满 也差点被吓死 接下来该怎么办 其中一位神王咬牙问道 同时左顾右盼 生怕任我笑突然杀回来 另一位神王看向秦军 正欲 开口 三道强大气势 忽然从黑暗中传来 我乃神将蒙李清 何人敢伤天地 我乃神将蒙华上海 何人敢伤天地 我乃神将蒙焦天明 何人敢伤天地 三道怒喝声传来 席卷星空 当附近的大秦 未面内所有宇宙剧烈颤动 女娲咬牙道 又是三尊鸿蒙 大字在境后期的强者 鸿蒙大字在境后期 众人顿时惊喜 李清三人 明显是来帮他们的 实力越强 自然越好 神将蒙 秦军皱眉 他在万道杀戮时 曾听闻过这只势力 据说神将蒙成员并不多 但每一位都极强 在鸿蒙之中 威名远播 两位神王一听神将蒙来了 差点吓尿 当即转身准备逃跑 然而 一转身 他们便看见了死亡 只见任我笑出现在他们面前 双拳轰出 没有花哨的神通 就是两拳 便将他们行神拒灭 化为鸟鸟青烟 任我笑面容冷漠 眼中满是难以抑制的杀意 吓得刚刚赶来的李清三人 连忙停下 好 强 焦天明瞪大眼睛 脸上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李清与花山海 也愣在原地 两尊神王 竟被人随手轰杀 吓得他们不敢前进 秦军露出微笑 不愧是自愿入神话系统的男人 依旧强大无比 想来猎罗胜已死 不过 看到任我笑为自己如此疯狂 他心里 还是有种难以描述的感动 仔细回想起来 这一路走来 任我笑多次拯救他 可他 从未报答过 任我笑 反而经常调侃 任我笑 看来正要好好报答他一次 秦军暗自想到 但任我笑并没有飞回来 只见他忽然挥手 无胆鼠背 还不快滚出来 声音如面试雷霆 回荡不停 惊得其他人纷纷戒备起来 还有敌人 事情不妙啊 那两尊神王 修为比我们高 都被秒杀 藏在暗处的 又是谁 华盛海嘀咕道 李清与焦天明没有回答 但眼中也透出疑惑 真是强大 竟然连掌我神教三尊神王 一道冷漠而浩大的声音响起 让众人毛骨悚然 惊摇神教的大能 秦军脸色更加难看 惊摇神教 这是要必杀的架势 明着派大军 暗地里还派大能 简直不给他生路 太元始祖 还有一个呢 任我笑脸色如冰霜 继续喝道 太元始祖四字 让李清三人脸色巨变 秦军也不禁动容 咦 周梦郎都察觉不到我的到来 你又怎 知晓 又一道阴冷苍老的声音响起 让惊摇神教的大能震惊 徐师老祖 你怎么在此 自然是灭杀天地 徐师老祖回答道 哼 天地是我们惊摇神教的 你别插手 惊摇神教的周梦郎 哼道 两尊太元始祖 旁若无人般 争执起来 仿佛秦军是板上鱼肉 任他们摘取 任我笑愤怒难耐 额头上的青睛 不停地跳动 一跑鼓动 不休 气势节节高声 看他的表情 秦军误以为 他敌不过两尊太元始祖 系统 释放养解 秦军在心中沉声喝道 惊摇神教与血浮族 都骑到他头上来 提醒宿主 这样做 会为系统带来 难以估计的后果 朕不管 朕要他们死 秦军面容争鸣 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表情 都将注意力放在周围 生怕周梦郎 与徐氏老祖突然杀出 这时 一道身影 忽然出现在山河设计图上 他身穿黑袍 满头白发飘舞 面容冷漠 如同蔑视楼椅斑 俯视秦军等人 正是金摇神教的周梦郎 他乃金摇神教的大神王 地位崇高 第1564章 他猛地抬脚 又要将山河设计图踩碎 碰 任我笑 如同一刀利剑 射来 一脚将其踹飞 由于出手太匆忙 气息没有控制住 下面的山河设计图 还是被震断 化为两半迅速缩小 飞入女娲体内 这时 一道血色身影 出现在秦军面前 乃是一名血袍老者 面容恶毒丑陋 如同蝙蝠之相 不用猜也知道 此人正是血腹族的徐氏老祖 徐氏老祖 冷笑着探手抓向秦军 一切发生得太快 强若鸿蒙大自在尽的西陵女帝 都来不及出手 面对如此危境 秦军面不改色 表情冷俊 只见他眉心间的紫燕 化为黑洞 一把三尖刀率先 飞出 直接刺穿徐氏老祖的手掌 难以想象的痛楚 让徐氏老祖皱眉 紧接着 杨简如同飞星 从黑洞中掠出 化为本体大小 银甲 灿灿 神威浩荡 二郎真君更是 闪耀的徐氏老祖 下意识闭目 你 任我笑下意识 低头 还未说完 就看到横空出世的杨简 让他愣住 他见过杨简 乃是秦军的亲信之一 只是杨简的修为 杨简单手握着环宇三尖刀 用力一脚 徐氏老祖的手臂被击碎 骨片横飞 一刀直捅而去 捅穿徐氏老祖的胸膛 敢伤我陛下 我要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杨简刀举徐氏老祖 杨简明显是被陛下提拔了修为 现在要力挽狂澜 那是 被任我笑踹飞出去的周梦郎 目光紧紧盯着杨简 眼神中透着不可思议之色 李清 华盛海 焦天明 更是实话 嘴巴张得极大 无法合拢 你是谁 徐氏老祖左手抓着环宇三尖刀 咬牙问道 此刻的他 看起来更加邪恶丑了 仿佛地狱的恶虫 我乃大擎天亭天地坐下 二郎真君杨简 杨简身姿傲力 与气僻逆天下 蔑视徐氏 老祖 徐氏 老祖被杨简的贺声 震得神魂颠倒 差点暴体而亡 杨简乃是战斗大盗 再加上强化后的至尊霸体 与至尊法眼 越级战斗都不在话下 更何况徐氏 老祖不过是鸿蒙太原始祖 近初期的存在 太原始祖 即便是在鸿蒙 也是一方巨拨 按理来说 古圣帝道士 不可能出现鸿蒙大自在 更别说鸿蒙太原始祖 所以徐氏老祖此次前来 压根没有想到 任务会失败 你 徐氏老祖咬牙切齿 当即身体化为 无数血服飞散 这些血服一展百丈 极其 凶残 杨简 冷笑 想逃 至尊法眼 猛然射出数不清的金光 这些金光 竟追着血服杀去 速度更快 徐氏老祖所化的血服 接连被射杀 血服们 飞窜 迅速略开 数千亿里 消失于宇宙深处 可惜 依旧逃不过至尊法眼金光的追杀 爆炸 此起彼伏 宛如宇宙烟花 盛大壮观 众人看得回过神来 皆兴奋不已 杨简 干得漂亮 好强 这下子危机要解除了 那老头死了吗 神伯们议论纷纷 西灵女帝下意识看向秦军 脸上露出笑容 可发现秦军并没有笑 陛下 怎么了 西灵女帝紧张地问道 还以为秦军受了伤 放出杨简后 系统一片死寂 无论秦军如何询问 他都没有回应 使得杨简带来的惊喜 如同潮水般退去 你能逃到哪儿去 杨简挺刀傲力 自负说道 说完 他抬起左手往虚空一抓 只见前方的空间 以肉眼可见的姿态挤压 将数不清的血服 全都撞了回来 血服们迅速聚集 再次化为徐氏老祖 右臂竟也痊愈 仿佛未曾受过伤 徐氏老祖盯着眼睛 目光无比狠毒 他咬牙骂道 天地注定要死 你若敢阻拦 鸿蒙再大 也无你容身之所 容身 杨简听得笑了起来 狂傲笑道 有陛下之处 就是我的容身之所 说完 他迅速举刀斩去 刹那间 亿万刀器从四面八方 向徐氏老祖袭杀而来 空间被撕裂成一条条黑缝 雷电交明 秦军等人待在杨简身后 神奇的没有感到任何压迫感 徐氏 老祖自然不会被轻易斩杀 双臂抬 血气自背后冲起 与无数刀器轰撞在一起 空间爆炸 肆虐混沌 与此同时 周梦郎找准机会 再次向秦军杀来 可惜这一次 任我笑早有防范 迅速拦在他面前 滚 任我笑一掌 轰出 无形掌风 撞上周梦郎 周梦郎大害 感觉自己的法力 竟然被吸走 真当我怕了 你不撑 周梦郎狂吼一声 撕开冷漠的外表 头顶的空间撕开 一条口子 长达数十亿里 紧接着一只红色爪子 从中探出 没有毛发 如同被烤焦一般 在他出现后 黑色巨口竟显得狭隘 可见此爪有多庞大 恐怖红爪压象 任我笑 在其下方 任我笑与秦军等人 渺小得甚至不如尘埃 任我笑也不慌乱 抬头双眼暴征 两道亮光射出 如同划破黑暗的阳光 将恐怖红爪刺穿 哦 一道充满痛苦的嚎叫声响起 但不震耳欲聋 仿佛来自宇宙之外 声音微弱 此爪莫非有灵 众人紧张地想到 倘若此爪是某只生灵的爪子 那它得多打 定 由于宿主释放了超越系统 当前极限的力量 系统将产生混乱 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系统将平复混乱 而这段时间 系统将沉睡 系统提示音忽然响起 让秦军皱眉 要沉睡多久 秦军连忙在心中问饱 数月 最多一年 系统的声音越来越小 最终消失于秦军脑海里 秦军松了一口气 幸好时间不长 否则怎么面对 惊摇神教与血浮足 只是 系统混乱 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该不会又跑出一些神魔 第1565章 任我笑的墙 杨俭见徐师老祖 很是顽强 只得提枪杀去 反正周梦郎 有人我笑牵制 秦军等人 暂时无恙 以鸿蒙太原始祖精的感知 若是有敌人靠近秦军 杨俭能瞬间做出反应 他相信自己的速度 除非敌人超出他两个小境界 否则他都能及时拦下 鸿蒙太原始祖 已经无比牺牲 更别说超越他的存在 这里是古圣地道 并非鸿蒙 徐师老祖 看到杨俭杀来 差点吓得魂飞魄散 身怀战斗大道的杨俭 一旦战斗起来 气势恐怖绝伦 即便是 鸿蒙太原始祖竟出气的 徐师老祖 也吓得惊慌失措 任务再重要 也没有性命重要 徐师老祖不敢再拖大 转身就逃 太原始祖 若是全速逃亡 其速度快到 生灵们难以想象 短短一个呼吸时间 便掠过上百个大道尾面 消失不见 杨俭并没有追 而是转身来到秦军身旁 陛下 二郎担心您的安危 不敢追敌 杨俭抱拳惭愧道 如今的敌人 与以前完全不同 太过强大 烧意不慎 就容易酿成弥天大祸 秦军面无表情 道 让他多活一会儿 他已经很久没有这般愤怒 经摇神教育血浮足 已经上了他必杀的名单 杨俭点头 回头看向任我笑 与周梦郎 独斗 周梦郎 任我笑表现得很强势 丝毫不弱于杨俭 周梦郎被任我笑暴打 想要逃脱 可惜根本无法离开 任我笑白蜜月 任我笑的双掌 仿佛是吸盘一般 让周梦郎每次刚要逃顿 就被无形之力拉扯回去 才过去一会儿 周梦郎浑身是血 与先前的傲然姿态相比 判若两人 我若不撕碎你 我就不叫人我笑 任我笑红着眼睛低吼道 左手吸着周梦郎 右掌接连拍在周梦郎身上 周梦郎只感觉法力疯狂流逝 再这样下去 他必死无疑 可恶 这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 为何如此强大 周梦郎在心中不停地狂吼 他也只能在心里吼 因为他根本说不了话 任我笑的攻势 实在是太凶猛 他不受控制地惨叫着 生不如死 从秦军等人的视角看去 前方全是任我笑的残影 密密麻麻 淹没周梦郎 只能听到周梦郎的惨叫声 鲜血不断飞进而出 妖艳而淒厉 一尊横压星空的太原始祖 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若是传至古圣地道深处 必然惊动鸿蒙 任前辈浩强 杨简表情凝重地说道 对于任我笑 他一直很敬重 毕竟任我笑多次拯救秦军和大清天庭 看到秦军受伤 任我笑竟然癫狂 明显关系不一般 在他们眼里 任我笑潇洒不羁 无论身处何种威敬 脸上都挂着云淡风轻的邪笑 秦军盯着任我笑与周梦郎的战斗 不知在想什么 眼神平静地可怕 哄 这时周梦郎忽然自爆 将任我笑逼退 无数残影跟着消散 紧接着周梦郎的元神 顶着锦盛的头颅 迅速逃遁 撕裂空间 消失得无影无踪 任我笑眯起眼睛 身形一晃 凭空消失 古圣地道逐渐恢复平静 神将蒙的李清三人 瞠目结舌 依旧没有回过神来 知道的越多 害怕的东西也就越多 他们可是知道徐氏 老祖与周梦郎代表着什么 竟然被杨简与任我笑 轻松击溃 尤其是周梦郎 乃金瑶神教的大神王 竟被逼得自爆 在此之前 他们都不敢想象 西陵女帝抓住秦军的手臂 轻声问道 陛下息怒 日后再找他们算账 金瑶神教 与血浮族展现的实力太恐怖 他忍不住担心秦军日后的安危 秦军深吸一口气 道 真没事 尔等还好吗 除了他之外 其他无极境的手下 也遭遇不同程度的内伤 好在他们意识都还清晰 我等没事 众人回答道 只是脸上仍挂着惊魂未定之色 东皇太医恨恨道 可恶 都怪我们太弱了 大清天庭 在古圣地道何等强势 竟被两只来自更深处的势力 逼得天地受伤 对于他们这些神将来说 绝对是最大的耻辱 嬴政眼中闪着寒芒 咬牙道 此仇不共戴天 我等必须记住 日后 杀至古圣地道深处 吕布 白起 哪吒 李存孝 黑白无常等神魔 也是如此神情 自大清天庭崛起后 秦军何曾受过伤 而且是 当着他们这么多人的面 你们好好修炼 朕日后会提拔 你们的修为 届时 大清天庭进入古圣地道深处 仙斩金瑶神教 与血浮足 秦军沉声吩咐道 众人点头 此战 不仅没有打击到 他们的自信心 反而让他们斗志高昂 原出大地 也听得热血沸腾 紧握双拳 与数千亿年前相比 秦军变得更强 更有野心 很合他的胃口 这时 任我笑忽然出现在百米之外 右手提着周梦郎 鲜血淋漓的头颅 虚空漫步而来 身上的杀气仍未消散 让神魔们暗自心惊 秦军见词 脸上终于绽放出笑容 不知从何时起 他对任我笑 已经产生一种信任 只要任我笑出手 就没有摆不平的敌人 那家伙 已经被我杀了 永无轮回之日 任我笑走至秦军面前 两人相距半米 相对而立 即便他杀气圣人 秦军依旧笑得灿烂 秦军拍了拍 任我笑的肩膀 笑道 辛苦了 正要恭召大秦天庭 为你封赏 众人没有意见 即便是杨姐 也点头 全都敬佩地望着任我笑 任我笑摇头道 算不得什么 不过接下来 你得赶紧跟我走 我要快点帮你变强 那两支势力 不会就此把揮的 下一次派来的强者 肯定更强 更强 众人听得心中一领 这时 李清 华盛海 焦天明飞来 都很紧张 小心翼翼 甚至不敢去看任我笑语扬简 我们乃是神将盟的神将 被王手派来支援天地宁 李清 恭敬地抱拳行礼 说来惭愧 他们几乎没出力 秦军疑惑问道 神将盟为何要助阵 第1566章融合 具体为何 我们也不清楚 我们神将盟的奢皇 与东帝对您很关心 我们这些下属 只负责行事 李清恭敬地回答道 虽然秦军修为 很低微 但他可不敢轻视 先不说实力 深不可测的杨简 与人我笑 他们若是 敢得罪秦军 奢皇与东帝 都饶不了他们 奢皇 东帝 秦军下意识联想到 奢比诗与东王公 不仅是他 原出大帝与西陵女帝 也不禁对视一眼 看出对方眼中的疑惑 奢皇可是奢比诗 东帝是否原名为东王公 秦军眯着眼睛问道 此言一出 神伯们大吃一惊 奢比诗乃十二族之一 东王公更是上古南仙之首 他们在前世都曾有所耳闻 闻言 李清尴尬道 我等可没有资格知晓 两位盟主的名字 同时他心里很好奇 秦军与奢皇 东帝到底是什么关系 嗯 三位先到大秦天庭 做客吧 秦军点头道 他暂时没有心情追问下去 任我笑提醒道 我们必须快点 不能再耽误时间 经摇神教与血浮族 来势汹汹 与大秦天庭 已经沦为不死不休的关系 下一次入侵绝对更加强势 他们必须尽全力变强 嗯 明日朕就跟你走 秦军点头道 他不能直接一走了之 得安排 一番 就这样 众人回到六地城 关于大秦天庭 被神秘势力袭击的消息 迅速在古圣地道传开 毕竟大战的声势 让数百个大道未免 都能感受到 好在 大秦天庭没有损失一兵一卒 流言并没有诋毁大秦天庭 四日一早 秦军跟随任我笑离去 没有带其他人 毕竟系统正陷入沉睡中 带上神魔也没用 反而是拖累 我们要去哪儿 秦军问道 他担心又需要花费许多时间 惊摇神教与血浮族何等强大 肯定要不了多久 就会卷土重来 接下来 我要帮你融合大道 但很容易泄露气息 引来强者窥探 所以 我们得去一个无人打扰的宇宙 你不用担心 数月时间 你就能回来 任我笑回答道 惊摇神教与血浮族 此次近乎 全军覆没 不可能立即就派兵再次杀来 所以这就是他们崛起的好机会 时间拖得越久 对他们越不利 秦军点头 继续问道 朕能提高到多强 成道 任我笑 铿锵有力地回答道 一句话 就让秦军热血沸腾起来 只带着秦军 再加上秦军修为 比以前强了千倍不止 所以任我笑的速度很快 大概过去半个时辰 两人 撞入七彩星道的时空之壁中 进入一处七黑宇宙 这片宇宙 悬浮着不计其数的黑色雨时 并没有完全成形的星球 更别说生灵的气息 荒芜 寂寥 这是秦军首先感觉到的气氛 看来这片宇宙 应该刚形成不久 这片宇宙 经历过战争 宇宙爆裂后重新恢复 估计还要数百亿年大到 才能恢复 规则 重塑 亿万生灵重现 任我笑悠悠说道 语气没有一丝怜悯 弱肉强食 是所有宇宙的基本准则 很快 两人落在一块宛弱泰山般大的陨石上 脚下的地面无比光滑 如同金属表面 好在凹凸不平 不容易滑倒 拿出你的杀戮宝珠 任我笑吩咐道 秦军挥手 一颗颗杀戮宝珠 从他袖中飞出 迅速悬浮在他周身 任我笑看的瞪大眼睛 超过十万颗杀戮宝珠 漂浮着 好似十万颗红色星辰 璀璨壮美 血光照耀在秦军身上 使得他光芒万丈 你为何有这么多杀戮宝珠 任我笑咒没问道 他原以为秦军能有一百颗 就算不错了 难道秦军与吉弟的关系 比他想象中还要好 秦军得意笑道 杀戮大盗 把他所有的杀戮宝珠 全赠于朕 不得不说 吉弟对他很慷慨 或许是为了还混沌时期的恩情 任我笑声吸一口气 道 很好 这样的话 融合时间将更短 准备好了吗 面对任我笑略带狂热的眼神 秦军道 准备好了 任我笑也不再废话 右手一挥 十万杀戮宝珠 迅速钻入秦军的眉心间 震得秦军衣袍飘动 刹那间 整个荒芜宇宙内 所有飘动的允星 全都停滞下来 秦军的意识 也陷入恍惚中 最后一刻 他隐约听到一句话 展现你应有的强大吧 你才是最强的 一座 好似血色巢穴般的大陆上 居住着无数血浮 这里乃是血浮族的大本营 在血浮大陆上 盘旋着好似蔑视 晨暴般的血浮大军 遮天蔽日 给人一种天崩的惊悚感 大陆中央 一座高到无法目测的宫殿 耸立 前方是断崖 磅礴瀑布飞流直下 水雾漫天 惊得天穷上的无数血浮金散开来 大殿之内 树立着一尊尊百万丈高的石像 威严猙獰 徐氏老祖跪在地上 额头紧紧贴着地面 身体颤抖 不敢抬头 一尊太原始祖瑟瑟发抖 这可是众生难以想象的画面 在他前方 数万丈高台上 站着一尊伟岸身影 足有万丈高 居高临下地俯视他 强光落在他身上 无法正面看到其真面目 天地手下有两尊太原始祖 而且境界都比我高 惊摇神教的大神王已经陨落 我能活下来 实属幸运 徐氏老祖颤声解释道 回想起杨简 他就不经恐惧 战斗大道的气势实在是太强 废物 为暗身影怒喝一声 差点将徐氏老祖震飞出去 徐氏老祖心里苦 但也不敢再辩解 说的太多 越容易惹怒血浮足老祖 报 禀报老祖 神将萌的东地来了 就在这时 一只血浮飞进来 同时嘴中传出人言 神将萌东地 徐氏老祖猛然抬头 面容难以置信之色 血浮足老祖沉声问道 他来做什么 带了多少人 十人 报信 血浮回答道 让血浮足老祖沉默 神将萌里的强者 都是驰骋一方的存在 东地赶来这里 带的神将肯定很强 第1567章 东地强势 让他们进来 血浮足老祖沉声道 明显对东地不怎么友好 不用了 本地自己会进来 就在这时 一道霸气凌人的声音传进来 紧接着大门走进十一道身影 气势如红 即便在大门前 显得无比哀笑 但气势狂猛 让人下意识将目光投向他们 走在最前面的 是一名身穿精衣的男子 身姿傲然 左半边脸 戴着金色面具 长发飘散在身后 眼神犀利 不苟言笑 正是神将萌东地 身后的识人 神武不凡 目光似如鸿蒙之光 死死地盯着血浮足 老祖 隐含沙意 最为关键的是 他们的气息都超越 鸿蒙大自在 让宫殿剧烈摇晃 仿佛随时会垮塌 你敢找天地麻烦 血浮足是想覆灭吗 东地望着血浮足 老祖 冷漠说道 狐王 杀了他 伴随着这句话 落音 东地身旁 忽然掠过一道身影 迅速向徐氏老祖杀去 两人相距不到十万米 这个距离 对于太原始祖来说 很近 徐氏老祖下意识起身 就被名为狐王的男子 扣住脖子 高高举起 狐王满脸大胡子 虎背熊腰 身上穿着黑色皮革一般的衣物 将肌肉曲线勾勒出来 极具压迫感 大胆 这时 血浮足老祖怒声喝道 震得狐王身形颤抖 东地带着九位神将继续前进 不急不缓 肃杀之音在大殿内回荡 被掐住脖子的徐氏老祖 紧张不已 惊恐地望着狐王 若是你们不放弃 对天地的追杀 今日我们不要大闹血浮足 东地霸道宣布道 完全不给血浮足老祖 面子 轰隆隆 宫殿摇晃得越来越厉害 血浮足老祖 缓缓从高台飞下来 气势不断提高 惊得狐王皱眉回头 东地露出的半张脸 没有动容 似乎没有把血浮足老祖 当一回事 荒芜宇宙中 一道光柱闪耀着 仿佛是宇宙中心 光柱底部 乃是一颗雨星 任我削坐在地上 望着不远处 身处光柱中的秦军 大道 烈焰大道 好运大道 还有那位成型的杀戮大道 此刻正在秦军体内 疯狂融合 杀戮 大道可以加快生灵 对大道的理解 同时也具有 融合大道的神奇能力 这也是万道杀戮 吸引无数生灵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 秦军的意识 陷入浩瀚的星空中 入目全世绚丽的 时空电流 身处其中 秦军望不到出处 这里是哪里 秦军左顾右盼 迷茫地想到 就在这时 一条火龙忽然咆哮而来 吓得他连忙躲避 批刺 一道雷电 带着强光 从天而降 差点批中秦军 让秦军的心提了起来 怎么回事 秦军咽了咽口水 完全不明白自己的处境 下一秒 四面八方 忽然传来喊杀声 吓得他转头看去 只见时空电流之中 一道道光影 正向他跑来 乍一看 身形与他神似 难道是 分身大道 秦军终于明雾过来 但他 心里还是很疑惑 为何他的大道 都陷行于他眼前 而他身处的地方 又是哪里 很快 无数光影 将他团团围住 一圈又一圈 望不到尽头 很难估算 到底有多少 分身 全都盯着他 目光冷漠 饶是秦军本人 也被看得头皮发麻 谨慎地防备着 朕乃秦圣地 朕乃秦天地 朕乃天地 轮回无尽头 唯有天地长存 所有分身忽然 开口 说的话 都不同 声音汇聚在一起 差点将秦军 震晕过去 火龙自他脚边 缠绕而起 还有电光萦绕 正是烈焰大道 与时间大道 秦军的体表 泛起一层光泽 温暖无比 如果他没有猜错 这便是好运大道 外界 荒芜宇宙内的混沌之气 向秦军疯狂地涌来 这么快 就开始融合 任我笑被惊道 他缓缓起身 望着光柱中 如同神明般的秦军 眼神越发炙热起来 他的双目之中 竟有些湿润 我来成全你 天地 澎湃 澎湃法力 从任我笑掌心中涌出 迅速撞入光柱之中 脚下的隐心 直接爆碎 化为无数碎石 消失于黑暗之中 光柱内 秦军猛然抬头 眉心间的紫燕 疯狂窜动 他的气息 开始暴涨 不到十个呼吸时间 直接突破 无极之高大地缘满静 烈焰大道化为 地炎龙气 缠绕他周身 雷电缠绕 数不清的光影 从体内飞出 正是他的分身 目光紧紧盯着光柱内的秦军 醍醐灌顶 他将自己的法力 传于秦军 宇宙的黑暗 泛起肉眼可见的波动 诡异无比 一日之后 秦军突破至无极大竹 载进初期 气息强大万倍 不止 无极大主宰 可主宰一切 不仅是宇宙未免 还有自己的命数 一般情况下 命运大道 轮回大道 都不得染指于他 可无极大主宰的肉身原神 能穿越时空 穿梭的时间越长 遭受的反噬力越恐怖 最多万年 而且还不能改变时空 否则将遭遇命运之力绞杀 一旦改变历史 就会制造平行时空 同时找不到回原来时空的路 迷失于混乱之中 无法自拔 所以绝大部分无极大主宰 都会忽略这项能力 秦军的命运之轮则不同 无论去哪个时间点 无论改变多少 都能将秦军带回来 这项能力若是传出去 命运之轮 绝对会遭到无数强者争夺 与此同时 秦军的气息还在不停地狂涨 涨幅速度越来越快 任我笑头上多了几缕白发 可眼睛未曾合拢过 一次也没有 五日后 秦军突破至无极大主宰尽中期 强势无比 头顶的无数分身更加凝实 十五日后 秦军突破至无极大主宰尽后期 任我笑的头发已经白了一半 比起以往的潇洒邪妹 此刻更多的是沧桑 任我笑抬起左手 法力跟着从左手掌心中呼啸而出 落入秦军体内 助秦军的修为飞跃 第1568章 天地成道 轰隆隆 光柱内的秦军爆发法力 好似一波又一波的海浪 往各个方向席卷去 吹动任我笑的白发与衣袍 距离秦军突破至无极大主宰尽后期 已经过去一个月 任我笑脸上慢慢爬上皱纹 气势远不如以往 以往的他笑屁天下 无敌诸天 除了秦军 没有人能入得他法眼 时间大道 分身大道 烈焰大道 还有一个是什么 任我笑紧锁眉头 难难自语 眼眸中闪过疑惑之色 纵然生机在消散 他也没有收手 这时 光柱内的秦军体表化为水晶色 正是至尊霸体强化后的天地神体 秦军的不灭圣身功法 也开始突破 以前 他一直卡在第六层以利正道 现在终于突破至第七层混沌神魔 正向第八层大道之身突破 时间继续流逝 秦军的修为不断增强 势不可挡 向大道冲去 荒芜宇宙承受不了秦军的威压 不断塌陷 无数隐星化为飞灰 任我笑的背脊逐渐下弯 越显老太 但他看向秦军的目光 依旧坚定 很久没有感到如此无力 任我笑嘴角上扬 轻声难得到 语气洒脱 没有半点悔意 这时 宇宙深处 忽然踏来一道 身影 白衣如雪 步伐咫尺天涯 任我笑 瞳孔一缩 连忙瞥眼看去 眼中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惊声问道 你为何发现此处 来者正是苏帝 与以前相比 苏帝脸上的血纹少了一些 但整个人依旧没有生气 苏帝一边走来 一边面无表情道 你能告诉我 你为何要这样做 此刻的任我笑法力散去 大半 绝非苏帝对手 心情难免沉重 不过一想到苏帝 与秦军的关系 他脸上露出笑容 道 你不希望我这么做 苏帝 来致任我笑身旁 两人相距不到五米 这个距离足以让苏帝 反手击杀 任我笑 无比危险 但苏帝并没有出手 他望着任我笑 道 我们以前见过 对吗 任我笑扭了扭僵硬的脖子 龙中老太的他笑起来 无邪魅不羁气派 但依旧轻松肆意 他看向秦军 道 重要吗 苏帝望着他 他望着秦军 法力洪流 与秦军身上的光柱 将他们的神情照耀 你到底是谁 苏帝沉声 问道 白衣烈烈 面目有些猙獰 先帝风 龙懒之 任我笑歪着头 对他笑道 此言一出 苏帝瞪大眼睛 目光涣散 如遭雷击 你走吧 助你早日超脱枷锁 任我笑回头 将目光重新放在秦军身上 苏帝缓缓回过神来 语气复杂 道 你不给自己留下后路吗 后路 我一生行事随心所欲 何须 后路 任我笑轻笑道 苏帝深深地望了他一眼 旋即右手一挥 将一道法力 注入任我笑体内 就当我的报恩吧 这道法力能在事后 维持你一日生机 别留遗憾 丢下这句话 苏帝便消失不见 仿佛未曾出现过 任我笑摇头失笑 自言自语道 还是被这小子发现 他何以前比 真的不同了 说完 他加大法力 助秦军成道 秦军若是成道 很难想象有多强 毕竟他身怀四种大道 还有各种强大至极的神通功法 又过去一个月 光柱猛然收缩 消失于秦军体内 就连他头顶的无数 分身跟着消失 他终于成道 鸿蒙蓉道径初期 从无极至高大地 飞跃至鸿蒙蓉道径 放眼鸿蒙 都是罕见的机缘 因为宿主 突破至鸿蒙蓉道径 系统提前苏醒 系统混乱时期 有未知神魔 获得系统极限力量 逃脱 连续两道系统提示 应在秦军脑海中响起 此刻的他 浑身散发着神耀光泽 完美无瑕 而任我笑满脸皱眉 勾楼身形 就连双手都已是皮包骨 满头滑发飞舞 曾经的高傲荡然无存 这时 他忽然抬手往脸上一摸 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润长起来 身形也逐渐挺拔 苍苍白发 跟着变黑 不到三个呼吸时间 他又恢复成原来放荡不羁的形象 眉宇间 依旧透着唯我独尊的奥义 他望着自己的双手 嘴角飞扬 意气风发 难难道 那小子给的法力还不错 这时 秦军睁眼 两道金光夺框而出 从任我笑耳边掠过 击落他一缕黑发 如今的秦军 彻底成为大道级的强者 放眼大秦天庭 他也有信心 站立牌前十 好强大的力量 秦军打量自己的身体 沉迷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中 他能感觉到 自己的四种大道 已经融会贯通 运用起来 比以前更轻松 他的分身大道 极限达到百万之数 实力与本尊一样 此大道绝对是霸格 一百万尊秦军 别说 鸿蒙容道尽 即便是鸿蒙大自在强者 秦军也不惧 秦军抬头看向任我笑 强忍着激动 问道 你为何把法力传给我 此刻 他没有在自称阵 任我笑白手 道 哪有 那么多 为什么 反正不会害你 他心中暗自叹息 秦军的大道们都很强 他的大部分法力 都花在融合大道上 否则秦军的修为更强 秦军飞至他面前 勾住他的脖子 几眉弄眼地笑道 说 你是不是对我有非分之想 刚突破的他 还无法自如地控制力量 导致任我笑微微皱眉 秦军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毕竟任我笑很强的 鸿蒙容道尽的力量 怎会伤害到他 走吧 回六地城 我想喝酒了 任我笑拍了拍他的手 没好气道 秦军当然没有意见 他现在迫不及待 回去 一别数月 希望大秦天庭安然无恙 修为飞跃这么多 他心里既激动又疑惑 但任我笑不肯告出实情 他也就不再追问 他若能成为大秦天庭的人 那该多好 秦军暗自想到 任我笑如此慷慨地帮他 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标 但他相信 应该不会是阴谋 任我笑 轻易让他承到 秦军忽然觉得自己 低估了任我笑 这等无敌强者 一定要拉入大秦天庭 第1569章 大秦功德威武神尊 大秦未免 六地城 秦军与任我笑悬浮在空中 望着依旧宏伟的六地城 秦军脸上露出笑容 他神识一扫 便发现大秦天庭安然无恙 看来这段时间里 惊摇神教与血浮族 都没有再次袭击 我先去处理事务 完了后 再陪你喝酒 秦军对任我笑说道 成道之后 系统苏醒 该让大秦天庭腾飞 任我笑摆手 示意秦军快去 带他离开后 任我笑飞向六地城的一脚 很快 他来到一家 名为好酒客栈的小客栈前 只有两层楼 一楼仅摆放四张桌子 即便如此 也没有坐满 这一代 属于六地城 叫偏僻之地 来往的生灵并不多 小二 给我上最好的酒 任我笑漫步入殿 找到角落 靠内院的一张桌子 坐下 风度翩翩的他 吸引了客栈内 三名客人的注意力 加上任我笑 此客栈一共就四位客人 可谓是寒称无比 怎么又是你 殿小二一看到任我笑 顿时哭丧其脸 任我笑来他们这里多次 每次都不付钱 他们的利润本来就不高 所以每次 被任我笑和霸王九度心里滴血 奈何 他们打不过任我笑 即便禀报先兵 也没用 因为任我笑溜得太快 今日 我最后一次来喝酒 选择你们客栈 是你们的荣幸 任我笑横声道 翻手扔出一块零食 乃是一块七接零食 让店小二和掌柜眼睛都直了 掌柜油腻的脸上 露出菊花般的笑容 连忙喊道 还不快上好酒 好 小二连忙回过神 转身去拿酒 任我笑则望着外面的天空 默默出神 很快 小二端着一壶酒走过来 一边掀开 一边善没笑道 客官 这是你最喜欢的酒 任我笑来过好几次 他们恨之入骨 自然也记住了 任我笑喜欢的酒 旁边的三位客人 不再看任我笑 独自吃菜饮酒 各有各的故事 气氛沉闷 嗯 不错 味道很美味 幸好你们店没什么生意 否则糟蹋了没酒 毕竟物以稀为贵 任我笑摇晃着酒碗 怡然自得地笑道 旁边正在擦地的小二 苦笑道 多谢客官称赞 不过 我们更希望客人多点 望着任我笑完美的侧脸 他忽然觉得 有些奇怪 起身问道 客官 怎么感觉你有心事 不妨与我们说说 来这里的客人 都有自己无法诉说的过往 在这里说 不用担心传开 大家都凭水相逢 任我笑瞥了他一眼 笑道 我的心事 你最好别知道 会死的 死字一出 整个客栈的温度降至冰点 三位客人却无动于衷 没有抬头 小二浑身一颤 抢笑道 好吧 如果客官想说 我随时听 右耳朵近 左耳朵出 任我笑没有理会他 独自饮酒 三壶酒过后 已有一位客人离去 在地上留下一连串 好似梅花般的血迹 显然受了伤 任我笑没有看他 而是向旁边 靠坐在椅子上 打等的小二 问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小二揉着眼睛 迷迷糊糊道 你是谁 闻言 任我笑脸上露出笑容 仿佛听到了什么开心事 客官 可是有情商 还是院仇 在跪前算账的掌柜问道 头也不抬 明明没有生意 也不知再算什么 都没有 只是要走了 忽然发现 自己在这世上 什么也没留下 连名字都没有 任我笑摇头失笑 说得落寞 语气却洒脱 众生不都是如此 再有名望 也迟早被历史长河淹没 只不过早已迟罢了 客官不必戒怀 就如同青莲剑仙所说 人生得意虚尽欢 莫使经尊空对月 掌柜悠悠说道 与眼前的财迷模样 判若两人 说得好 任我笑端起酒碗 饮下最后一碗酒 酒碗落桌 她跟着起身 望着天空 笑道 三壶美酒烫心肠 鸿蒙未开 任我笑 这一世 我走过 话音落下 任我笑迅速变老 白发苍苍 勾楼身影 看得小二张大嘴巴 掌柜的 也跟着抬头 倒也没有吃惊 反而露出若有所悟之色 风从大门吹进来 将任我笑吹为飞灰 随风飘散 闽然于是 他 他 他怎么了 小二哆嗦问道 双脚发软 站都站不起来 满脸冷汗 哼 你管那么多 擦桌去 掌柜瞪了他一眼 美好气道 好酒客栈 再次恢复平静 天地功 陛下 您成道了 杨检瞪大眼睛 惊喜地问道 除了他之外 西陵女帝 赵云 嬴政 东皇太医 刘伯温 白泽等一品 先官神将都在 独坐天地宝座上 勤君点头笑道 是的 朕能成道 多亏了 任我笑 任我笑 众人愣了愣 旋即又释然 任我笑在他们心里 几乎是无敌般的强大 帮助秦军在短时间内成道 并非天方夜谭 伯温 传召大秦天庭 封任我笑为大秦 功德威武神尊 日后见他 行一品神将领 秦军对刘伯温笑道 任我笑 还未答应入大秦天庭 先封称号 日后再慢慢拉拢 时间久了 任我笑想 不入大秦天庭都不行 是 刘伯温领命 激动难耐 秦军成道 对大秦天庭意义重大 定 系统升级成功 定 从现在起 所有系统功能 都能在十秒内完成 定 开放系统奖励指定融合功能 可用二十次系统奖励 指定融合成一次 宿主想要的任何奖励 定 开放新功能 神魔复活 死去的神魔 可以用此奖励复活 该奖励 只能从任务中获得 系统提示音 忽然接连响起 让秦军愣了愣 系统怎么升级了 而且还有新功能 神魔复活 倘若他把自己的亲信 全部变为神魔 岂不是系统不悔 就能一直复活 秦军暗自惊喜 连忙心中问道 为何会升级 因为任我孝 注入了太多法力 帮助系统升级 系统迅速回答道 让秦军恍然 他心里对任我孝 更加感激 此恩必须回报 好了 你们下去吧 过一段时间 正会下令 先统一古圣地道 秦军白手道 事宜众人可以离去 他打算等会儿 先去找任我孝喝酒 拉拢一下关系 第1570章 吞噬饶餐 待众人离去后 秦军继续在心中问道 先前逃出系统的神魔 是谁 那位神魔 获得了系统的极限力量 估摸着有鸿蒙 大自在进 后期的修为 等等 现在系统升级 他会不会更强 系统先前出现混乱 已经抹出他的信息 无法查清 到底是谁 日后宿主遇到 就知道 特别提醒 目前系统的极限 已经达到鸿蒙太原 十祖境中期 系统回答道 让秦军恍然 果然是鸿蒙太原 十祖境中期 可怜的杨简 这么快就被超越 秦军 没有将那名神魔 放在心上 而是在心中吩咐道 把除了神魔召唤 极限觉醒 死终觉醒以外的 所有系统奖励指定 融合成两次鸿蒙杜结 其余的融合成大道传承 十次系统奖励 只能随机融合 而二十次可以指定融合 系统越来越强大了 恭喜宿主 获得两次大道传承机会 两次鸿蒙杜结机会 三次审魔召唤机会 五次随机抽奖机会 系统提示音响得很快 让秦军脸上露出笑容 惊摇神叫 血浮足 正要让你们后悔 秦军 笑得越发冷力 旋即起身 准备去陪任我笑喝酒 可惜 任我笑 已经形神俱灭 不复存在 当日 秦军 在六地城找了几圈 都没有找到任我笑 他还以为 任我笑闲不住 去其他地方游玩 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与此同时 大秦天庭宫照 古圣地道 封任我笑为 大秦功德威武神尊 引起无数哗然 任我笑的 名头已经很大 据说他能抗衡苏帝 光凭这一点 足以让他声名远播 只不过目睹 任我笑与苏帝一战的生灵 少之又少 大部分生灵都不信 第二日 秦军公布 时空绝地 凡是对大秦天庭有功者 都可入时空绝地 修炼 在古圣地道这个层次 时空绝地 已经不算稀释珍宝 各个大势里 几乎都有时间减缓的密地 或者法阵 不会为了时空绝地 而惹怒大秦天庭 当晚 秦军把滔铁换到身边 很早以前 他就召唤到滔铁 除了滔铁以外 还有穷奇 众鸣鸟等神兽 滔铁经过他的血脉改造后 好似一头燃着黑色烈焰的狮虎 高达一丈 威武不凡 与穷奇颇为相似 气息依旧凶恶 灵智也得到蜕变 可口吐人言 富含情绪 大道传承 可直接成道 滔铁匍匐在地上 闷声道 我愿意 秦军也不废话 直接让滔铁传承吞噬 大道 滔铁本来就以好吃闻名 最适合吞噬大道 不过 再加上 他已经被秦军强化为 混沌生灵 大道传承后 实力难以估测 很快 滔铁就被他吸入眉心间 把两次大道传承用掉 秦军继续在心中 吩咐道 至于两次鸿蒙杜结机会 他已经心有人选 开始随机抽取大道传承 恭喜宿主 抽取到阴阳大道 恭喜宿主 抽取到环笔大道 系统提示音 接连响起 快到极致 让秦军感叹 神话系统升级后 就是爽 多亏任我笑 否则系统 还不知何时能升级 阴阳大道与环笔大道 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还笔大道是什么 秦军在心中问道 环笔大道 可将敌人的一切攻击 转移到敌人身上 包括大道神通 当然 敌人的修为 不能远远超越传承者 系统解释道 听得秦军倒吸一口凉气 卧槽 现在怎么感觉 随便哪个大道 都是霸格 这个大道传承给自己 岂不是站着 让敌人打 都能玩死 敌人 秦军怦然心动 很想传承给自己 定 滔铁大道传承成功 是否释放 系统提示音 再次响起 大道传承只需十秒 先调出滔铁的属性列表 秦军在心中吩咐道 他对滔铁的期望很高的 滔铁 来自神话传说 身份 四兄之一 吞噬兄灵 修为 鸿蒙大字 在境中期 神通 吞噬苍生 腹中黑洞 大道传承 吞噬大道 忠诚度 一百满之一百 鸿蒙大字 在境中期 牛大发了 秦军眉开眼笑 这是要容道多如狗 无极遍地走的架势 先不释放 日后再统一放出来 秦军开始筹谋 眼中寒芒四射 次日 混是四猴 站成一排 神威浩浩 参见陛下 四猴齐齐跪地 异口同声地喊道 仿佛四胞胎 秦军点头 示意他们起身 他笑问道 你们可知 朕为何找你们 四猴面面相去 孙悟空嘿嘿笑道 陛下是想提拔我们吧 秦军不可能没事 把他们都叫上 绝对是有大事 闻言 袁红 吴知奇 六尔弥猴 皆是眼睛一亮 他们现在虽然修为 提高了许多 但在大秦天庭里 根本算不得什么 他们想要 名养古圣地道 估计需要无数载时间 但得到秦军的栽培 很快就能达到 嗯 朕想封 你们为大秦四猴 盖世组合 横杀一切敌人 可愿意 秦军问道 他已经迫不及待 要杀至 惊摇神教 血服祖老巢 四猴 顿时激动起来 连忙喊道 愿意 愿意 孙悟空已经经历过 极限觉醒 大道传承 接下来只能鸿蒙杜结变强 不过在此之前 他要好好强化 四猴的血脉 至少要超越其他神魔 大概过去一个时辰 四猴 离开天地宫 守候在天地宫前的法海 在百里守约的事宜下 踏入殿中 除了法海 黑白无常 阎罗王 地藏王 沙物镜 金铲子 巨灵神等 也在排队等候 看孙悟空他们很激动的样子 陛下最近在大幅度 提拔神将们的修为呢 真的假的 传说 陛下施展大神通 消耗极大 是真的 陛下已经成道 堪比大道 所以能多次使用无上神通吧 终于等到这一天